红飞鞋,金康尺,游温雪,陈子汗,多失眠 驾长车踏破贺兰深圈,撞去机车哺鲁肉 等着吧,我会出来的 网友视频称红一大妈大闹北京太古里苹果店 摔杂店内iPhone,大妈用苹果手机的都是美国人日本人的走狗 当场激情背诵满江红,并且抽查路人被诗 扬言自己的弟弟是海军陆战队队员 要跟自己代表中国跟美国开战,后备救护车拉走 有闺蜜被俄罗斯交警带走 不仅她被交警带走,我们还在俄罗斯被交警 无缘无故的罚款,关键这样的情况有两次 当时我们刚刚过一个路口准备右转 两辆警车就把我们给截停了 截停下来之后,说我们违法了 对我们进行罚款,我们也很疑惑 我们到底怎么违法了 当时我们也非常的主动出示了自己的证件 在中国的驾驶照,还有我们俄罗斯以及英语的 两本公正书的驾照翻译 给她看了之后,她觉得没有问题 然后她就跟我们说,要罚款我们一万卢布 我们就问她为什么要罚款 她就说这条路不能走 但是我们眼睁睁的在对面看到 还有车继续在这条路上通行 就非常的不能理解 当时我和星星身上只带了五千卢布 是不够她罚款的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有问她 有没有罚单,她说没有 然后我们就跟她说,中俄友谊啊 车上还有一些礼物能不能给你 能不能少收我们一点钱 她先问我闺蜜有没有成家 又说能不能单独请我们两个喝一杯咖啡 因为我们同行的是六个人 她让另外四个人去坐上另外一台车 让我们两个女生留在这里 然后这个时候,我的闺蜜上了前面的那辆警车 就是我拍到的那个情况 在我闺蜜上警车的十几秒当中 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个交警坐在前面 然后把手伸到下面去 给她这个意思 当时只有五千卢布嘛 然后给了她 一番交谈之后就 这一段就算结束了 第二次罚款更不合理 更不合法 我们在莫斯科行进到喀山的路途当中 下了一座桥之后 我们又被交警给截停了 我们依然非常主动的出示了自己的证件 她也是上来就跟我们说 罚款五千卢布 我们就问她 我们哪里违法了 她就说你超速了 我们一脸的疑惑我们就给她看 这是我们在俄罗斯下载的地图 上面显示90码的正常速度 我们没有超速 而且我们告诉她 全部都是你们国家的车 不停的在超越我们的车 她就说 这只是给你一次警告 然后她人就走了 如果我们没有去跟她 距离力争的话 是不是我们又要被罚款五千卢布呢 更搞笑的是 这个时候在她身后 有一辆被截停的车 一脚地板油 我当时都闻到烧胎的味道 也冲出去了 给我的感受就是 俄罗斯交警 这些都是软禁我的人 山西省萧以市的黑恶势力代表 请我的战友们 全世界的人民为我做主 我是五名 来自山西省萧以市 我参过三次军 这些人都是黑恶势力的代表 他们非法软禁我 我去哪里跟在哪里 都是山西省萧以市 六扇门的代表 我已经无路可活了 兄弟们 如果我那天消失了 请你们为我做主 把山西省萧以市 引上热搜 好吧 这些人 谢谢你们 看一下啊 咱们每个国家人看一下 中国当地的人就这么执法的啊 这是我们中国山西省萧以市的执法人员 都是六扇门的人啊 上来七个人 非法软禁我 知道吗 我没有犯罪 我也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 他们非法软禁我 是当地的 消失当地六扇门的一个副局长啊 带队过来的 两天 我去哪都跟着我派人啊 我干什么都不行 就是以各种理由来哄我 忽悠我 然后在 在我施展了某个战术以后 今天早上 八点钟 我 回到了他们的二楼 在路过 北京市 顺义区 天竺镇 明珠酒店 二零九号房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 我们山西省 小乙市 驻京 维稳班师出的一个老民警啊 他小名是九明啊 然后他呢 有从仅三十余年的老经验 以前也当过派出所长啊 他 他 当时候 正在给我们 小乙市当地的一个 黑恶势力的 头目 打电话 正在商量 如何 利用 手段 利用一些巧妙的方法 把我哄骗回去 然后用非法手段 将我拘留至死 知道吗 你们看看 当今社会多么黑暗 让这些 让这些所谓的戴帽子的人 权力无法无天 他们用所谓的 栽赃 陷害 莫虚有的罪名 去伤害一个 爱国的退役军人 本人叫五名啊 伤害 参加过三次部队 有三次从军经历 在中国当过两年兵 在叙利亚维和过一年 刚从俄罗斯 参加俄乌战争回来 啊 回来以后 咱们国家的部门 没有管我 说明我是合法的 但是我们当地的这些 所谓的 啊 这些人 上来以后 就是来找我的 各种麻烦 非法软禁我 我现在遇到了很大的困扰 我希望得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 啊 希望你们帮助我生讨 中国山西省校尔市 这些人 谢谢你们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 政党影响 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 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欲娇娱乐 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订报转线 0800-566-688 0800-566-688 566-788 565-688 565-688 788 788 8600-688 788 788 3Girl